夜空中閃爍的白色光點 就是解放軍派來的無人機 白色信號彈一發 三 六 六 士兵用綠色激光對準無人機 另一名士兵手持信號槍 發射信號彈 子彈射出瞬間 噴出大量火花 七號晚間又有一架大陸無人機 闖入金門上空 軍方立即發射信號彈示警 無人機連忙掉頭撤離 大陸無人機連續五天擾台 當地民眾非常無奈 但卻已經習以為常 很強勁的 要打你也逃不掉 從三號到七號 總計有十二匹 十九架次大陸無人機 飛進金門的禁線制水域上空 軍方也調查出 共軍無人機的飛行路線 這些無人機 從廈門還在新建中的祥安機場 一路飛到金門東一點紅 據點外的禁線制水域 而民國三十八年的古寧頭大戰 共軍就是從這個地方登陸 白色信號彈一發 三 六 一 面對無人機頻頻闖入 警方不表示 將持續保持監控及高度警戒 面對突發狀況 均有能力及時應對處置 民眾不用過度恐慌 大陸圍台軍演 共軍無人機有連連親老金門 國際應起來發射信號彈捍衛主權 記者李俊榮 王一德 金門報導